还是春晚的时候是不是 长这么高了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王晓晨老师 我们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永梅又见面了 昨天我们已经见面了 聊过电影了 好的好的 今天带着自己的演员 昨天我们是提名奖 我们采访了永梅老师 没有见到这个 王女中也没见到王老师 今天登到这个红毯 什么感受呢 挺隆重的 然后我们队伍还是那么齐 对 这让人很高兴 昨天我采访永梅老师 他说这个拍戏 这个戏虽然比较悲情吧 但是拍摄的时候 是特别的愉快 因为我觉得 电影本身就应该让人愉快 工作虽然艰苦 但心里是愉快的 王源和王导合作 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不仅是跟导演 是跟整个剧组 都是一个非常舒服 然后一个不断在 我是一个不断在学习的过程 然后也是一个 非常亲切的剧组 对 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这儿子 把爸爸妈妈气成那样 真不想要了 你们俩为什么感受啊 儿子嘛 当然就是 希望他永远在身边 虽然挺叛逆的 但还是希望他在身边 王老师呢 青春期是一个 没有办法避免的 一个成长的 一个必然过程 但我们都是非常爱 我们的孩子的 对 青春期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希望王老师今天晚上 带着我们的剧组 有很好的收获 好 谢谢 感谢 也谢谢王源专门 从美国飞过来 是吧 那给我们网友 赶快再说几句吧 你家王老师刚介绍了 对 那我多说几句 其实这次真的 特别特别巧 我那天 就是昨天在飞机上的时候 睡了一觉 醒来之后发现 我的旁边的旁边 一个乘客 在看地有天长 一个女生 看到哇哇大哭 然后最后 我特别观察了一句 特别观察一个点 就是在 电影结束的时候 她是这样看的 在电影结束 出字幕表 出演职人员表 她是这样 凑过去看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个当时真的很感动 因为她 对每一位演职人员 非常尊重 她去看了我们的名字 然后也希望今天 晚上第一个天 能够拿到 很好的成绩 哎呀 王源分享的 这个细节 让你感到挺温暖的 对对对 真是 已经在一些 可能航空机上 已经有了 我也听说别人说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 如果电影院错过的话 在其他的渠道 也能看到 让我们在高空中 分享地久天长 有没还有什么呢 因为昨天我直播的时候 我们央视新闻的 弹幕上出来 很多说太美了 太喜欢又没了 那再跟我们 央视新闻的网友 说一说吧 谢谢你们的喜欢 然后我更希望 你们多看地久天长 能够喜欢地久天长 有网友已经问问题了 在我的耳机里导播提醒我 问勇梅老师 如何能保持如此的优雅 有什么秘诀 保持身心健康吧 秘诀就是保持身心健康 王景春对自己的媳妇 为什么保持这样优雅 您有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女神一般都是这样 谢谢老师们 好希望今天看到 这位是编剧 编剧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 好 我们